人们打开了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的棺材 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是一个装酒的玉绝 看来他们是至死也不肯放弃这种奢侈豪华的公平生活的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 虽然万历皇帝墓中的大量稀释珍宝问世 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 三分之二的宝贝都被破坏 郭沫若也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污点 为什么当年他明知道条件有限 却依然坚持发掘数万人打造的皇帝墓呢 当年定灵被发掘后浮现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为了您更好的观看体验 动动您的小手点个关注 我们故事继续 郭沫若是我国文坛一个最具争议的人物 他当初的墓地根本不是万历皇帝中的定灵 而是相比之下价值更高的长陵 但由于种种原因 郭沫若没能获得长陵发掘的批准 他到底为什么要挖这座大墓呢 这还要从他的文学造诣说起 郭沫若在当时的文学界和历史界有很大的权威 但他不限于研究已知的历史书 而是想要掌握一手的资料 来研究未曾被了解的历史事实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希望通过考古来整理出新的历史知识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写信 向上级汇报发掘皇帝陵墓的计划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郭沫若获得了挖掘陵墓的批准 并且还是价值极高的长陵 他带着一众考古学家开始来寻找长陵入口工作 但一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能找到入口 就在考古工作即将陷入瓶颈时 有人提议换个陵墓 既然长陵找不到 那不妨试试万历皇帝的定陵 万历皇帝在22岁时就耗费10万人 和6年时间建造了自己的陵墓 然而关于这项建筑的历史史实 却少之又少 只是在民间一直流传着 定陵中埋着永乐大典这本书 听到这个主意后 郭沫若也动心了 他认为虽然定陵比不上长陵 但里面所蕴含的宝贝 也会是震惊世界的 于是他们一行人改变发掘目标 开始了寻找定陵的工作 实际上定陵的入口也不是那么好找 不过相对于长陵来说还是简单一些 在经过半年的考古后 郭沫若一行人终于找到了定陵入口 但难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这是一座皇帝陵墓 大家都不确定墓道中会有什么机关 万一一不小心触发了某个机关 整个考古团队说不定就搭在那里了 但众人万万没想到 郭沫若对于考古的决心已经超过了自身的安全 他决定硬着头皮挖掘下去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看着郭沫若下定决心 众人心中的顾虑也少了许多 很快他们在牧师的墙壁上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一块石碑上赫然写着此时距金刚墙前皮十六丈 深三丈五尺 这段话让众人又摸不着头脑了 为何前人会写上详细的定陵入口呢 难不成万历皇帝希望有人可以发掘自己的陵墓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 郭沫若在万历皇帝的定陵中 发现了许许多多奇珍异宝 但唯独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永乐大典 并且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有限 大部分宝贝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此次事件更是让周总理直言 郭沫若十年内不允许再发掘陵墓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就在郭沫若一行人苦苦寻找定陵入口时 一块石碑就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郭沫若大致推断 这应该是当时修建陵墓的人留下的 根据石碑的记载挖下去 果然发现了一堵金刚墙 随着金刚墙上的砖瓦被一块一块给挪开 地下宫殿的大门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大门被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里面给顶住了 但这已经难不到考古人员 他们用了三个小时就将大门给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三个由汉白玉雕刻而成的宝座 似乎预示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和尊贵 宝座上刻着九条生动的龙 看着眼前的景象光墨若内心丝毫没有波澜 他想要的东西肯定不在这儿 后面的墓室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墓室的正中央放着三口棺材 最中间的则是万里皇帝的 右边的由于是后来迁进去的 所以腐烂的很厉害 但墓朵下面的宝藏却在隐隐散发着光芒 在棺木的旁边还零零散散摆放着墓人和墓马 这些都是供万里皇帝死后为他做奴隶使用的 考古人员在现场进行了自己的勘察 但由于技术有限 他们并没有佩戴什么保护措施 就这样用手直接接触了文物 在一般寻找之后 郭沫若依旧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永乐大典这本书究竟在哪里 现在就只剩下了永乐皇帝的棺木内 郭沫若稍等片刻 便让人对万里皇帝的棺木进行了开关 可眼前的景象却令他们大吃一惊 这些东西在当年都是很珍贵的 却被这三具尸体长期霸占着 然而也正因此 为我们保存了这些很有研究价值的文物 这恐怕是皇帝陛下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事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悲剧 万历皇帝的棱木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打开 里面的宝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质 而郭沫若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永乐大典 周总理更是直言 郭沫若十年内不许再发掘皇帝棱木 随着万历皇帝的棺材被打开 眼前的景象让大家大吃一惊 尸体上盖的精美的丝织品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黑 由于这些文物常年深埋地下 所以它们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现在贸然让这些文物暴露在空气中 它们就会迅速发生化学反应 进而变质 郭沫若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了 但没办法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找下去 对于他来说 永乐大典能否找到 意味着自己能否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虽然大部分宝贝受到损坏 但不难看出 他们在当时做工到底有多精美 愈壶愈晚不计其数 一顶用金字做的金冠受到了专家们的关注 经过清洗后 金冠的面貌焕然一新 不难看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随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 郭沫若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永乐大典 而墓中大部分文物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结束万历皇帝陵墓的发掘后 郭沫若似乎没有善罢甘休 他又将目光瞄准了秦皇陵和武则天的陵墓 他认为 这两位古代有名的皇帝 陵墓中也一定有着我们不知道的历史秘密 于是郭沫若又不停写信给周总理 但周总理这次态度非常坚决 并告诉郭沫若十年内不许再发掘皇帝陵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赞 订阅 转发掘皇帝陵墓